第八百六十七集 老巢 两个保镖下车之后 立刻赔礼道歉 态度之谦功 前所未有 知道错了吗 莫小鱼忽然用中文问道 啊 你是中国人吗 哎呀呀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也是中国人呢 我们是同胞啊 这事弄的 保镖很是激动的说道 哎 就算是同胞 你也不能撞我的车呀 啊 你知道我在日本杀了多少年的猪 才买得起这车吗 你们怎么赔吧 拿钱 快赔 莫小鱼一副不讲理的样子 而是让这保镖觉得这人真是没智了 都是中国人 何必怎么计较呢 但是一听到莫小鱼是个养猪的 这两个家伙胆子大了起来 口气也硬了很多说道 小子 给你脸了是吧 把车给我挪开 你胡乱开车啊 还想要我们赔偿啊 你碰瓷碰到日本来了你 是不是找销啊 车上的拓跋青碗 此时听着车外在瞎嚷嚷 但是听着这声音啊 有点耳熟 不由得擦了一把泪 看向车前方 虽然莫小鱼穿着套头衫 但是拓跋青碗 还是一眼就看出了莫小鱼 刚想呼喊 莫小鱼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使劲往车头上撞一下 这小子就歪歪斜斜的倒在了地上 你小子敢动手是吧 另外一个人回头跑向车里 他是去拿枪 但是还没拉开车门呢 就被莫小鱼一巴掌打得有点懵圈呢 莫小鱼在倒下的那个人身上找了场 腰里确实有枪 于是莫小鱼把这家伙 重新抱到了副驾驶上 然后回身对那个捂着脑袋 鼠星星的家伙说道 来 带我去见黄俊才 要不然我送你去朝鲜挖煤去 你信不信 这保镖也是人呢 也知道命是自己的 看到莫小鱼这么凶悍的样子 心里早就明白了几分 他现在最想的是怎么逃离 但是目前不听这人的话 可能马上就会完蛋 开车啊 聋了 莫小鱼在后座上 伸手抓住了拓拔青丸的手 一边安慰他 一边朝着保镖吼道 这小子一直都战战兢兢 空有一个大个子 胆子比蚂蚁还小 在莫小鱼的威胁下 迅速开车 向黄俊才所住的别墅区驶去 这一路上啊 莫小鱼把黄俊才家里的情况 打听了个遍 黄俊才来到日本之后 一共雇佣了六个保镖 出来两个 拉着拓拔青丸去看病 但是没想到拉出去了 没拉回来 汽车很快到了别墅区 因为是熟悉的车 熟悉的人开车 所以进门之后呢 并不费劲 但是当莫小鱼下车时 却被负责别墅安全的保镖发现了 莫小鱼手里牵着拓拔青丸 向别墅的房间走去 等一下 你是谁啊 保镖发现不对劲 因为车虽然回来了 但是车上的自己人却没下车 扫了一眼 发现车上的司机趴在了方向盘上 在汽车停下时啊 莫小鱼已经把车上两个人都解决了 拓拔青丸打开车门时 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莫小鱼瞬间就割开了车上俩人的喉咙 我要见黄俊才 带我去见他 莫小鱼说道 你谁呀 保镖此时拔枪对准了莫小鱼 莫小鱼主动举起手来 但是却在举手的过程当中 一条银色的影子从他的袖管里飞射而出 威胁莫小鱼的保镖还没醒悟过来怎么回事 银色的影子又回到了莫小鱼的袖口中 但是保镖的一只眼却被咬下了 院子里传来一声惨叫 保镖再也顾不得莫小鱼 而此时他的手枪被莫小鱼夺到了手中 拓拔青丸从来还不知道莫小鱼这么厉害 更不知道他有这本事 但是从开始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知道莫小鱼身上藏着一条蛇 那肯定不会离他这么近 当几个保镖从其他的位置跑到 发生惨叫的保镖身边时 莫小鱼和拓拔青丸早就躲到了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房间几乎都是相通 其他三个保镖看到惨叫的同伙 立刻进入到最高级别的防卫 冲进屋子里去找雇主黄俊才 但是却发现黄俊才此时正在和莫小鱼坐在沙发上 莫小鱼手里的枪对准了黄俊才的脑袋 来来来把枪都放下 提过来 相互都绑起来 如果不照做 外面那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 他被毒蛇咬伤了 你们再听听还有动静吗 这就是五步蛇 谁想再试试啊 莫小鱼问道 莫小鱼 我没想到你胆子还真不小 居然敢到我这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黄俊才咬牙切齿的问道 莫小鱼虽然恨黄俊才 但是还有比他更恨黄俊才的人 那就是拓跋青碗 他的话还没说完 啪一巴掌扇得黄俊才是眼貌金星啊 莫小鱼看了一眼拓跋青碗 心疼的说道 都这么大人了 一点不是要心疼自己啊 有自己的手打多疼啊 地上不是有鞋吗 这话呀 说得情意绵绵 把黄俊才给气的 但是形势比人强啊 自己被打得眼貌金星 还没来得及数完星星呢 再看自己的保镖 非常敬业的把自己都捆起来了 剩下的一个人 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手铐 妈的 这些人都是武长龙给我找的 就这水平啊 黄俊才心里把武长龙的祖宗都骂了个遍 但无济于事 莫小鱼一拳把黄俊才打晕过去 起身之后呢 去了那三个还活着的保镖身边 检查了一下他们捆自己的手段 虽然没有敷衍啊 但是莫小鱼还不放心 挨个给这几个人都喂了蛊虫 以备不时之需 我和你们呢 无冤无仇 我也知道 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呢 我们都不要相互为难自己 好吧 我就是来找黄俊才的 跟你们没关系 所以 千万不要逼着我出手 莫小鱼朝着这几个保镖说道 哎哎哎哎 行了行了行了 别打了 我还用他那张脸呢 莫小鱼看到拓拔青丸打上瘾了 明明黄俊才早被自己打晕了 他还拿着拖鞋在那里 狂扇黄俊才的嘴巴子 我不解恨 我妈就是被他害死他 我要杀了他 拓拔青丸恨之入骨的说道 这本来就行 我必须有WAY precisa 找错 小剑